欢迎收看今天2月13号的拉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的飙涨 大家的防疫感当中 湖北省居然一个晚上增加了14000个确诊病例 你没有听错是14000个人 中国湖北省 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 核酸测试跟所谓的临床测试之间 有什么不一样的专业的差别呢 高大成医师今天在现场要帮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可是背后的政治设计跟政治的斗争的剧本又是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他已经展开了全方位的权力巩固战 人民的性命恐怕还不是他最重要所关切的 今天我们看到了湖北省委书记 习近平调出了他在浙江的好朋友 另外一点他也是柯文哲的好朋友呢 上海市长应勇要到这个湖北去防疫 做第一线上的习近平的战友 另外习近平派出了他在中央的心腹 陈一新也前驻到湖北省去 医护的军队的相关人士2600人 也一起要到湖北去跟武汉肺炎来作战 背后是要把责任推给李克强吗 中国的这些人民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他们的健康就可以确保吗 好像不是哦 私产要被征收 一栋大楼要变成军管 这是一个什么方式的一个疫情作战呢 今天呢王帝宇梁文杰这几位 对中国的问题非常了解的人士 要帮我们做非常清楚的说明 同时美国的军机又来了 为什么也有非常重要的内幕 更重要的是有22位台湾人 搭乘的钻石公主号 今天非常不幸的又传出来 确诊病例增加了40几位 换句话讲 这个邮轮上已经有218位确诊病例 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解决问题 80几岁的病患在三条件之下 他们可以下船 那如果可以下船的话 那台湾要怎么去营救 80几岁可以下船的上面的台湾人呢 我们同时要跟大家来解读 为什么有些中配的孩子 他宁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而不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陈时中昨天说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那背后做的这个选择 有什么样的个人的意图 又有什么样的大环境的评估呢 也跟各位做深入的探讨 为各位介绍我们在现场的来宾 首先王定宇 寇姐大家好 谢谢文杰 大家好 谢谢徐家清 寇姐好 大家好 非常谢谢唐智恶 寇姐好 大家好 好 还为各位介绍的是 国民党代表 这个指责 寇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谢谢媒体员 邱明宇 寇姐好 大家好 高大成医师 志正好 大家好 欢迎你 来 我们看 湖北省为什么一个晚上 增加了14000个确诊病例 到底背后是什么因素呢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至今已超过一个月 不见退烧 北京高层20天不到 就三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却说 疫情趋于稳定 大赞防疫取得成效 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 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要毫不放松 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北京当局对防疫聚剧肯定 中国卫健委也背书 新增确诊病例持续下降 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但在一系列有力措施的推动下 疫情形势总体上 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中国政府一片畅和 中国传染病权威专家 钟南山11号也表示 武汉肺炎可能在本月就触定 更乐观认为 疫情在4月就渴望结束 那么根据我们的数学模型的分析的话 在南方应该是在2月份 2月中旬以后 或者说是到2月下旬 应该是达到最高峰 倒是先前频频护航 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 这回反而谨慎以对 中国稍早宣称湖北增加确诊病例人数多日下滑 但13号中国确诊病例数却比前一日暴增超过一万五千起 其中多数都来自重灾区湖北省 与官方说的疫情趋缓说法大不同 高医师啊 这个实在是太不合乎这个正常的趋势嘛 怎么会一个晚上增加了 有一万四千个这个确诊病例 那这个背后的意涵据说 他们分析说 是因为检测的方法不一样 那到底是这个什么因素 会让检测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先讲专业的好了 核酸检测跟这个临床的诊断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核酸的检测就是利用你身体里面的病毒的核酸 到底有有出来没有 有就表示阳性嘛 可是有时候病毒感染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你这个去检测 他核酸检测不出来 你也以为是阴性的 还有第二点就是说 他这个试剂可能会不够了 这个这个试剂是全世界都在用相同的 像我们也是用同样的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这是一张纸吗 还是病毒的核酸 那个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一个检测棒 然后在你的这个要检测的人的喉咙里面 对拉出来以后 放呼吸道就会病毒 对把它找出来 然后再放到实验室里面去检测 那个是一个每一个都有一个特殊的设计 那是核酸检测器 对 但是就是怕不够的时候测不出来 那是要买来的 从国外买回来 那个量不会很多的 所以这次日本也是做得很慢 就是这样来的嘛 那那现在最主要就是说 为什么跟临床 临床最主要就是我们会发现 这种感染会有咳嗽 发烧嘛 他们会发现发烧 三七度是以上就算发烧了 对 以前以前那个SARS的话 就要大概三十八三九度 才算发烧 他们现在才发现说没有没有 这个病毒很奇怪 它发生程度不高 那没关系 只要有发烧 有咳嗽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 因为刚好在这个节骨炎嘛 所以就可以考虑是武汉病毒嘛 但是有一个重点喔 他们现在我 我们以前在看那个SARS的时候 就知道这种病毒很奇怪的 就是说它是往下呼吸道感染 它不是上呼吸道感染 你就是在这边 气管 就是下面 下面的感染会往下去 可是刚好在这里时候会咳嗽 你说病毒是这样子 呼吸道这样进去 然后往下 往下去感染 然后 那另外另外一般的感冒病毒 他是在表脸上这边上呼吸道的感染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 这种病毒不会流鼻涕 哦 武汉肺炎的不会流鼻涕 因为在下面 对 一般病毒感染是会流鼻涕 所以只要你问病人 他有发烧 有咳嗽 但是他有流鼻涕 那应该就不是武汉病毒 所以他临床的这个诊断 就是靠医生的经验了 对不对 靠这个症状 他说第一个 如果是你来自湖北或是武汉 那你可能要这个诊断 第二个你有咳嗽 有发烧 有发烧 第三个就是你还有这个 医生用身体的症状的方式来测试 那这个准确吗 没有 大概你这几个加起来的话 跟你做那个检验 当然检验有时候也会有阴性 尾阴性 就是说本来是有 所以没有的 但是那个领床诊断也是啊 你如果这样给他比对下来 大部分都没有错 到现在这个节骨炎 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像这样昨天晚上 他一个晚上增加了 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个人 这个我是觉得最好笑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前几天 不是有发布说 在那个湖北的上空 有发现一千七百 二氧化瘤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估计他的死亡病例 大概一万四千嘛 所以他跳着一万四千来了 你说他要为他未来的数字 死亡的人数 他们现在在为未来疫情将要更明朗化之后的数字 做一些调整跟准备吗 对对对 没错 所以你看他只要遭遇一万四出来 那他刚刚一万四的死亡 我们估计的人数 刚好你感染的人数出来 然后出来以后死亡率 刚好是两趴左右 那他准了也有够厉害 确诊人数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 变成了这个 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每次都二点几趴 二点几趴嘛 湖北就已经六万多个人了 没错 差不多 我是估计说 如果像现在大陆的话 湖北被感染数 应该在七十万左右 你讲的是确诊病例 不是 确诊病例是没错 就说被感染 被感染到武汉肺炎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嘛 是是 所以可能 我想是差不多七十万人 一般都不够一个人 对啦 都要多一下 全世界的公卫专家 大概概括都是在 特別湖北武汉 那应该多一个人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一个晚上增加快一万四千八百四十 我们讲嘛 你世界卫生组织都是专家嘛 那连我们普通人都觉得 这个情况诡异 那那些全世界专家不会觉得 你在搞什么造什么奇怪的剧本 难道他不怕那个全世界人都给你揭穿吗 一个晚上增加一万四千八百多个兵力 他无据社会这个全世界对他的质疑吗 他有樱头赶上以前的假数据 樱头赶上 以前是不是有人要去调查他的假数据吗 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这盖寇姐你是站在防疫的角度去问这个数字 当然 请你改变一下角度 请你站在政治的角度去看这数字就不难了 这个数字是真假 他根本不在意外面的人 我们外面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他们国内的人相信是真的就好了 我在讲这个一些细微的数字跟他们最近的变化 因为中共还是那种公平政治 他有些细微的动作你看出一些端倪 但我必须要讲 这一次武汉肺炎 不只害死他们自己中国的百姓 不管是经济或生命财产 也拖累了国际社会 原因就是说谎 原因就是你没有诚实面对疫情 从去年底的十一月十二月到一月二十三号 封城前都在说白痴 然后呢 因为你说谎 所以万家厌啊 万家厌就吃嘛 吃完之后现在在那边交叉感染最多 然后呢 你呢 部队为什么会感染 你说没事嘛 大家回乡过年 那个春运大运动 所以他们的部队里面 其实感染的比例不会跟民间差太多 因为你说谎 那这是第二次说谎 这一次说谎要行说说 习近平一出 习大大出来了 一切都安了 所以昨天一万四千 如果过几天习近平到了 然后确诊人数就在下降 我带给你一个 大概没有人 大概没有人去讲这个数字 就是说 他是配合习近平二月十号 去视察北京一个礼 对 所有的动作 你以二月十号为中心 二月九号派轰六第一次到台 二月十号派轰六 另外加上战舰在台东外海 那要花时间的 然后呢 二月十号出来之后 习近平出来之后呢 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 中国的中央的卫健委宣布 哎呀武汉肺炎 除了湖北武汉以外 周边的都下降百分之二十 对 确诊病例在下降当中 习近平出来之后 他不要他讲武汉 湖北以外 下降百分之二十 奇怪了 为什么只有武汉湖北 那个都陆地都连在一起的 第二个 你从以前到现在都只看到武汉湖北多惨 其他地方你有没有看过报导 那边到底多少病例死多少人 如果安徽不惨 为什么有七个省份被封审 那个居民跑到上海 昆山都被赶回去 如果其他地方不惨 怎么会 任何政府怎么舍得把首都 还有经济中心 也半封城 等于美国封华盛顿DC跟纽约一样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其他地方的产困 他就告诉你 习近平出来了 我们周边的病例降百分之二十 更何况他已经没有那个测试值了 你怎么告诉我们降百分之二十 二月十号习近平出来 那这一个在发布一个说 我们的解药快找到了 二月十号出来 第一个从那个集中营 我都不想他是医院 确诊病例治好的阿伯出来 我治好了 然后第二天 十一号三十几个 在方餐医院的广场跳舞 还说这边伙食太好了 我住太久我怕我会太胖 都是二月十号以后 那二月十号习近平出来讲了什么话 你在对照后面的演变就有关系了 他当时讲了三段 第一个 第一个 进入 等于是军事阶段 所以北京在昨天跟今天发布一个命令 宣布北京进入战时状态 后来又更正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也就是广州通过的可以征用民间财产 全国都会用了 进入战时状态为什么呢 因为湖北营武汉就 武汉营湖北就营 湖北营全中国就营 中国营世界就营 所以只有湖北之边最严重 他定位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进入战时状态 问题解决了就 第二个 武汉解决了就解决了 不要再封了 封太多了 影响经济复工 那刚才第三个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那这时候他就把中国分成两个区块 第一个 其他地方病例下降20% 可以复工了 另外一个 只有湖北跟武汉很严重 所以把他当作打仗 可是你又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所以他宣布这个之后 就告诉你 现在这个阶段防疫 我习老大出来了 那他特别对武汉这边讲了一段话 就跟这个数字有关系的 他说我们现在要打赢湖北这一战 第一个有多少收多少 叫做应收尽收 病例不要长了 通通收进去 所以挖了好多大坑 然后连那个湖北武汉的党校 都征用起来当方舱医院 然后第二个 全力做好就是工作 第三个 全面加强社会管控 就是不准出来游行 通通类似消 他现在不是宵禁 你看到他把那些人都关在 他叫小区里面 一般面你觉得好像是为了防疫 其实是为了防止民众串联 暴动不满 生活过不下去 然后强调舆论工作 所以他只锁定湖北跟武汉之后 今天公布这个数据 我特别去中共的卫健委那边调 你知道今天公布的数据增加一万多个 竟然今天全中国只公布一个数据 就是武汉跟湖北没有全国的 他没有公布全国 只公布武汉跟湖北 就是从今天以前公布的病例 都是全国确诊多少 死亡多少 治愈多少 今天没有 今天只有武汉湖北 而且今天武汉湖北 砰一下跑出来多了将近一万五 对 一天之间怎么确诊一万五 你哪有那么多市值 所以大家都在堆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赶快堆上来之后 搭配你刚才讲的人士 他现在把自己人换上去 他把上海这个应用掉来了 然后把这个王忠宁换掉姓马的 一个长武汉 一个长这个湖北 另外港澳台的办公室 顺便换一下 换完之后 我现在可以先预告 武汉跟湖北 这数字大概还会高峰一下子 接下来他就会制造他往下走 因为习主席开始全面领导防疫 如果你能理解 这不叫防疫 这叫政治 他的人出马 习大大亲自主持的时候 疫情一定要控制 党说你没生病就没生病 党说你是感冒死的 不是武汉被人死的 你就是感冒死的 党说你是撞到树死掉的 你就是撞到树死掉的 他都可以藏那个数字 可是我必须要讲 现在做这样的动作 除了骗他们自己百姓以外 对防疫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他省份复工交叉感染 其他地方忽略这个危机 中国其他地区民众有没有信心 你看一个他们在坐高铁跟捷律的人 每个包 那个买个大桶的矿泉水 挖个洞戴在头上 里面还戴口罩 穿小飞侠雨衣 再用保鲜膜缠起来 最后再加一个外套 本来是没有信心 那没有信心 他要不断的透过党机去宣传 所以他们红卫兵时代的 红备章部队又出来了 那个是我们台湾叫民房 他是区里的人 每个小区 你戴上红备章可以打 这些是病人 或者根本没有生病 只是被关在家里不是犯人 不听话就打 还有人被拖下车的时候 脖子折断死掉的 还有一个女的要被抓去隔离之后 从八楼来九楼掉下来摔死的 他现在就是 全部采用军事管理 制造美好数据 最后的结论就是 习近平解决了 你李克强在搞什么 我们前面的百姓这么苦啊 还要入调 所以前面让子弹飞 让疫情飞完以后 乱叫 要找个人来负责 所以湖北市换下这两个 都破例没有宣布去处 以前中共在换人 省委书记下来 市委书记下来 他们书记是比市长大 换下来之后 都会宣布下来的去哪里 这两个没有 对他这一波 其实他做了 这两个是下来准备 共产党用这个政治方式来处理 比方李文亮这个 死了之后 有非常多的民怨 他让很多的什么 这个伪造的遗书 在情绪上面赞扬他为一个英雄 然后找到一个戴罪羔羊 就是武汉 跟武汉市 跟这个湖北省的 这个相关的领导们 大家隐匿疫情 然后这些事情做好了以后 就由这个伟大的领导 下来去清理战场 我很快说这个结论 中共很特别 这是习近平的习惯 叫做小组治国 台湾他就成立一个台湾工作小组 组长就叫做习近平 这么小的组长是他 然后振兴经济小组组长习近平 二十几个小组组长都习近平 武汉肺炎的打击疫情的小组 召集人叫做李克强 而且解放军没进去 中纪委没进去 李克强根本是空头大好关 没有人敢理他 然后让他领导 让他坐了十几天以后 他跑到武汉湖北 失败 然后PO了一张 他还失败 哎呀 榨菜 一袋榨菜一碗 我们大家能够不配合吗 马上有人出来打脸 七年前的相片 你以为李克强会自己PO那个相片 谁PO那个相片 谁帮他抓包 在媒体在这现阶段 中共大力掌握的媒体状况下 怎么会让国务院总理丢这个脸 那就是有比他大的在整他嘛 可是问题是说 疫情这个东西 病毒这个东西 他还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病毒给消灭 或是把疫情给这个 他认为死够多 死够多就消灭了 然后他们呢 他们的卫健委 中央的卫健委说 赶快找到解药 大家都不用怕了 等他过两天 他现在处理政治 因为真的是不稳 那这不稳的状态下 他呈现掌握军 掌握党 所以二月十号出来之后 这些戏码一个一个接出来 换人士 飞机 动 然后呢 开始李克强出包也是在十号以后 那接下来 现在就是解放军处理的军管 有效率的把数字 你管他假的 中国人民觉得是真的就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对中国内部来讲 是一波政治斗争 可是对防疫无效 对国际人士来讲 你看现在有谁相信他讲的 说他让不解禁了 你可以飞来了 没有 这个是关键的 好 在他的新的一波的假讯息 或者说新的一波 没有办法证实是 这个真实的数据 或资讯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办 我还是要请教高大成医师 就是说他一个晚上增加了 一万四千八百多 将近一万五千个确诊病例 那他们的理由是说 这个办公厅印发的 所谓新型冠状 这个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次行第五百 说在湖北省病例诊断分类中 增加了临床诊断 华中科大医学院院长冯丈春说 由于病毒核酸 试剂和供应跟检测能力受限 增加了临床诊断 然后中国疾病防控中心 前副主任杨公焕说 临床确诊病例数暴涨 是存量的释放 而是存量释放 就是以前隐匿的病患病例数增加 他们讲话真有意思 就是就是以前的谎话 现在要把它增加 或是或是增加 为了另外一个谎话 那我们呢 那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来 做确诊病例呢 那世界上的标准又是什么 经过他们这样一乱 那这个防疫 这个世界上的防疫作战的 这个标准不是又这个乱了 那我们更需要防范了 对不对 因为他有政治因素在 他还有这个确诊病例的 新的这个定义 跟新的诊断方法呀 但是我们的确诊 还是要利用病毒的核酸做检测 我们还是用这个方式 这个才是最标准的 如果真的是人太多 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话 我们当然加这个临床诊断筋 他们现在就是可能 就是说他们检测 试剂已经不够了啦 要叫一些临床的症 症状有出来 到这个节骨炎 你有发烧有咳嗽 那你就是武汉病毒 不 我的意思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国总统 有一个标准吗 那你以前我们是用核酸 有一个科学根据 现在是用临床诊断 是有点像 像这个医生做半自由心症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这个标准不是混乱的吗 如果他真的有咳嗽有发烧 然后又照X光或CT 可以看到整个会都受到禁论的话 那武汉病毒的确诊率 大概在98层以上 船长大人的话听起来好讽刺 因为他再怎么努力 钻石公主号上的中标人数 还是不断飙高 现在不止乘客很忧心 船上员工也很挫 有印度籍船员甚至自拍求救 据了解 目前已经至少有 五名船务人员染病 而这名24岁来自孟买的 女性员工塔卡 自10号以来 也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塔卡对CNN记者表示 虽然老板叫他不要工作 待在船舱 但其他近千名同事 还是必须在船上 自处趴趴走 服务被隔离的乘客 靠得只有口罩跟手套护身 而一到放饭时间 可怕的事情就来了 不过日本当局似乎不为所动 表示目前确诊的人 都是在隔离之前就染病 而且一旦中标 就会被送下船 住进当地医院 游轮公司则表示 照日本规定在做 不过这种方式 连同被隔离的乘客 也看不下去 这个钻石公主号 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人的瞩目 由于她是在日本的 这个横滨的外港 那日本政府当局 其实也非常的努力 要在帮忙防疫 但是从他们进入了 这个横滨 开始这个港外停泊 就变成了一个漂流的疫区 真的很惨 那2月5号首次确诊10例 结果到了这个今天呢 已经是增加到218例 而且这个船上的各国级的 这个病患 或者说邮轮的乘客 都向他们的国家求救 我要请教高医师 这可如何是好 为什么这个病例 会这样增加到这个程度 当时他们的 所谓的防疫的措施 如果有不同的做法 会比较好吗 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他们是做的真的不好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SARS的经验 这个照道理 你感染到一条床里面 你应该马上离开这条床 不能再放在里面 因为里面都污染了 你在放置的时候 他会感染越来越扩散 所以我们要赶快就把这些人 移到另外一只船 就是说另外一只船 没有感染的船 分开来 比如说分个五种 一种就是有发烧 有咳嗽 这种就是有咳嗽 有发烧 有流鼻水的 跟没有症状的 分为五种 把它隔离 这样的话 大概就不会再增加 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个情况 还可以考虑到大陆的情形 最最明显的 就是说你在一个密闭空间 大概他的感染力 三千七百人 有两百十八 大概在六percent左右 所以大陆的封城 每封一个城 就那个城里面 有六趴人感染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 大陆现在感染人是多少人 譬如他分封三十五个城 三十五个城的话 那三十五个城的人数 是一亿的话 加起来是一亿的话 那大概他就有六趴 六百万人 没错 你所以用这个钻石公主号 可以算 他算一个紧张 密闭空间 封城等于是一样的东西 现在怎么办 其实日本人做事非常谨慎 日本人这个文化是 比较这个有SOP 不是他们疏忽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无碍病毒的严重 他们没有一到SARS 这个是慢 你说他们动作慢 谨慎是你知道该怎么做 每一步做的 这丁金 对 昨天一个防疫官 上去检疫自己的感染 这才是严重 世界世卫组织跟他说 只要戴口罩就好了 那有没有其他防疫官 已经揽上了 以为没事下去回去 没有隔离 你知道那是个洞 那个很严重 我是防疫官 我遵照世界卫生组织 戴口罩 戴手套上去 下来 下来确诊了 他防疫官 拍上去不是一个 对啊 那其他有没有 可是问题是 那就是一个破洞 可是那陈时中 去保平信号的时候 只有戴口罩 第一线是有 第一线全部防护衣 我们 因为我们不听 他只有在甲板上 对乘客喊话 他就下来了 陈时中是 他指挥官 要上去稳定军心 但是进到 那个感染区域的 他没有进去 穿防护衣 都有防护衣 这也是不一樣的 我们连去消毒的国君 都穿防护衣 那高医师 那要请教你的事 那现在怎么办 他们大概 现在日本政府也开始 这个因为他们很怕说 一个国家的乘客 如果被接走了 每一个国家都要接 怎么办 因为这个已经变成了 外交问题 政治问题 那现在说八十岁以上 可能可以这个 让他来离船 那其中有 也有老先生 这个老太太 是我们的国籍的国民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这些人 他们要接回来 送到我们的 富亚格力病房吗 还是这个有什么特殊 除了手段 刚才是在日本要治疗 这个是绝对没有错 那个八十岁以上 老先生好像今天 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就是那个麦先生 麦老先生可血的 您在注意看的时候 就发现说 他的死亡率真的有 差不多在四个人左右 真的是两% 你看就是感染人数的两% 就是死亡率 所以他死了 所以两%十八 先两% 都要差不多四个人左右 是没有错 那你假如说六百万人 如果确诊 我们估计是六百万人 那两%要死多少人 我的天啊 这个数字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很标准的 不过这对共产党来讲 那个人命的数字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那刚才也提到 我们前面讨论到说 现在看起来习近平要进驻 这个第一线的这个疫区了 那他派了他的人去了 然后收拾这个不良资产 把数字增加了 那这个新婦也来了 解放军 医护人员也来了 之后呢 疫情就会减少吗 是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降低疫情 或是消灭疫情的疫苗了 或是有解决方案了吗 你判断是不是这样 如果他们自己都知道说 原来这个是他们自己知道生化武器 所流出来的问题的话 他们就知道这个感染 什么时候会结束 什么时候会降低 那都在他们的剧本的 这个邪恶剧本操控当中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外面 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看SARS也是同样 我觉得好像SARS半年 不到消灭疫情 就全部不见了 他那个病毒到下来 所以他他也办 钟南山今天又说到四月 差不多就结束了 中国的那个 如果照到剧本头 那就太可疑了 你知道吗 就是人工的 没有 如果是真的那么准的话 印度加拿大美国 我们台湾像那个李腾龙 也提过这个东西 就他们看那个论文 不管他们之前 他们中国自己发表 叫做迁入 迁入就是把不同的病毒 迁在一起 然后让病毒本来是动物 传动物 可以传到人的身上 因为这是新的病毒 所以无药可医 那研究的人 当然也会怕无药可医 当然要先遭解药 那这个病毒 他的冠状病毒旁边 长了四个角 那四个角是HIV的病毒 他那个叫做 Spike protein 就是那个 坚凸的那个蛋白质 那四个角就是不正常 那不是冠状病毒 那是艾滋病的HIV 然后呢 武汉 武汉这个病毒研究所 里面的一个部门 写过三个角 然后呢 最近他们那个P4那边 也被查到他们之前 有研究这个迁入的技术 所以有没有 美国其实现在在查 那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 Navaro 他前天讲 他说 最后水落石出的时候 中国终将负责 对吧 世界怎么惩罚 他不承认就 这跟盒子武器一样 我藏起来 你根本没拿我没办法 我们看这个你回过头来看 钻石公主号 比较像方舱集中营 他不像武汉 就一群人塞在里面 可是当他们二十个人 确诊之后 他们至少知道 舱跟舱之间要隔开 然后活动的时候 互相要离远一点 要到空旷的地方 在这样的状态下 都还持续增加大中 对 二月四号靠兵港 到今天十三号十天 从二十个 长了十倍 变二两百多个病例 那武汉 湖北 那可以想象 这样子的空间 你把它套到 他们的方舱集中营 通铺 没有隔间 几百个人用一个厕所 那个排泄物也是会传染的 所以方舱集中所 事实上比这一个 钻石公主号的集中环境 更差 而这个十天 就让确诊病例 已经无法控制来源是哪里的 交叉交叉 一个厨师也感染了 一个防务员也感染了 煮饭的 煮给他们吃的 后来确诊 到房间铺床的 后来确诊 他都感染成长十倍 这么多的方舱院 现在是数千床 那习近平一下令 短期来变十万床 而且都是这样子 集中在一起 那样子的防疫措施 是比钻石公主号更差 那轻震发烧 他都当做打仗嘛 发烧通通抓进去 那些人不要说跳广场舞啦 那个确诊的病例 应该要往上走 所以习近平铺成这个大戏说 哦我出来就下降了 我好像有解药了 然后应勇要来之前呢 我把数字补上去 让他后面接成绩 演政治大戏 要有个前提 你后面不能一直死人 你这个戏后面会演不下去 你这样演还要求复工 复工了 万一郑州出了事 昆山出了事 苏州出了事 你根本压不住 所以这场戏他敢演 除非他有把握 我可以收口 他会不会有把握呢 高医师 那太恐怖了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剧本 病毒刻意释放 或是不小心释放 然后你觉得是不小心 我觉得不小心 因为他解药都还没找到 他不敢吃上吃 这些医护或生化研究人员 他一辈子不会受谴责吗 有这个什么方法可以制裁他们 大陆人本来就知识 重于你的道德 然后他们发现了 这不小心释放了之后 本来就有解药 所以现在就拿出解药了吗 本来应该是有解药的方向 对啊 有还没完全确认 那如果有解药之后 那那个认识公主号日本就去商量一下 把解药给他们吗 可是他如果有解药 他干嘛还要票窃美国的 美国的那个瑞德西伟 如果是不小心释出了解药 就是有方向未完成 所以美国给他那一个瑞德西伟的时候 瑞德西伟 你拿到这个可能有效的药 应该先救自己的百姓 去申请这个决策商不要赚钱 我先写论文 二十一号先申请专利 然后二十三号封城 这一款我就用禁款 我告诉你 以前我们看过电影跟小说 就是那个 其实是医药研究工厂 对不对 他们就是为了要赚钱 所以他就弄一些病毒 然后想办法 然后让这个大家都生这个病 然后再释放这个药出来 我们从这一波 对 我们从这一波看 那这个如果武汉肺炎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这个国家不是变成这个宇宙公敌呢 是变成文明要谴责的对象吗 没有办法 可能吗 高医师 我是认为他应该是不小心 所以当然是有可能 不小心 他不是故意的 他如果故意的话 他早次自己已经制造 吃解药出来 如果有人感染 他马上给他解药 所以他不会扩散 他要打到高峰 打到高峰 那个病例增加了 那习大大出来 然后去引诱李克强去防疫 结果李克强防疫不力 然后这个习近平的人马来了 然后再把你们这一波全部斗倒 其实是这样子 你不至于讲错 其实大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你看WHO很早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派一组专家 由美国欧谋所组成的 让他进去调查 对不对 拖了快一个多月 最后才勉为其难 有部分的人先进去看 那其实这里面这种阴谋论 一直不断的出现 说这个是中国方面在发展生化武器当中 我个人认为他比较不是所谓刻意放出 而是意外的 意外但他又不承认 对他不能承认 因为他一承认就等于证实了说 我确实在发展我所谓的生化武器 那至于说解药本身 其实人家早在美国药厂 就已经有专利了 他再去申请 其实是 人家二零一六年又就有了 就被人家看笑话而已 可见那解药是在 那是真的一波 那不是为了解 解药是在这个 生产的过程当中 这些解药到目前为止 如果在台湾 我们都要经过临床试验 你不可以随便释放出去 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上市会 没有错 今天就是说他制造了 我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产生 但是一直都说 他是所谓从这个所谓什么 市场对不对 但是根据自己 在这个他们自己的CDC 所所那个专家 所做出来的研究报告里面 在去年底 十二月底所公布的这个资料说 其实只有不到六成的人 是从根据这个 所谓的武汉的市场感染的 那还有四成的人是怎么感染的 他这个东西还没有交代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是有蹊跷在这个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包括美国跟欧盟都很怀疑说这个病毒 他不是一个自然突变形成的新病毒 而是一个可能有人为操作的 所以严重的怀疑说中国有可能在发展所谓的生化好奇 这个结论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一个生化病毒不小心 然后这个高医师是认为他们不会刻意的为了制造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斗争的情景 或者是为了发财的情景 然后这个做这样的邪恶的事情 可是如果发展到这样 那正在这个解药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这个那个情况就是WHO前几天开了一个会啊 开了一个这个全世界的专家的这个视频会议 在这个过程里显然是解药要出现了吗 不是吗 这个那我们这边可以得到相关的讯息吗 高医师 没有是有可能要出现 但是还没有确认啊 对啊 所以他们需要临床吗 不然这个什么坦德塞 他不会讲说要是恐怖活动啊 对不对 他也害怕了 他这个也吓到了嘛 他那个药正在测试 他现在测试 但是WHO他是非常保守的估计说 这个所谓的防疫药物是要约十八个月 一年半的时间 这就是说他事实上是要跑流程的嘛 如果一个新药出来 你从申请要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所谓的临床试验 而且你要在不同的这个种族人群之间做 然后收集到足够的所谓这个量以后 他才能够去做Proof 做证明说他的药效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宁可相信他有没有副作用 这个解药正在进行当中 那接下来对我们来讲 你知道我们到今天为止最后请教高医师 我们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十八个 是这个确诊的 但是呢 他全部都是跟武汉直接连结有关 不是社区感染 也不是群聚感染嘛 到今天午夜为止 那个钻石公主号的一月三十一号 来北台湾啪啪走的危机 就差不多解决了 对不对 我们其实有两个炸弹 是一个是不是这个钻石公主号 这两个炸弹 一个是春节的时候 很多台商回谈过年 那个时候中共隐匿疫情 你根本不知道 也没有检疫 也没有量体 这个差不多已经超过十四年了 那一刻其实是很危险的 大家回来嘛 那现在就是钻石公主号 另外一个就是钻石公主号 在基隆港放了几千人下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他有病 那是一月三十一嘛 放下来 包四十几台机车车 小黄去哪里玩哪里玩 五十一个地方玩嘛 到今天刚好就是观察 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到明天 没有增加新的病例 就表示我们这个危机解除了 然后如果又有新的解药出现了 那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 会比较乐观吗 当然是很乐观 但是至少不要再让大陆人再进来 边境防疫更要更严谨 这段时间是不是 好 边境防疫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的人 不能进来 那已经选择了他的国籍 没有选择到台湾的国籍 那现在就必须要自己做安排 自己要做承担 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霸气回应 要中配家庭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网路一片赞生 不知脸书台湾民音 改编漫画一群超人 人妻茶话家阿瑞 也会致陈时中 蜡个霸气外露的男人图片 短短十几个小时 就有九万人按赞 顺时中不要逆时中成为时下最夯金句 倒是推出中配子女返台政策 一改再改 最后撤回的陆委会 简直上放低姿态道歉 表明痛切检讨 继取教训 还是被骂到臭头 我们陆委会尊重配合指挥中心的决定 那有关陆配子女回台的方案 那么我们引发社会高度的担忧 那么这一点我们陆委会已经虚心的检讨 那陆委会会站在收到一些相关的一个 陈情相关的一个情况 那这些情况他们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但是我们这边会觉得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我昨天有讲过 细数这些情况 我几乎不会看到说有那样的一个情形出来 据了解追溯源头 原来是近期有多位立委向陆委会推出陈情案 包含国民党立委林一华曾公开向媒体表示 民众携中国配偶回中国过年 政府却突然限制中国人士来台 年后回国却被拒于门外 让民进党立委高加于直指林一华就是始作俑者 我是觉得应该是行政院在推卸责任 民进党立法院协助在转移焦点 请问我哪时候开过记者会 新闻稿里面也没有提到任何的个案的内容 在台湾也有一个很神妙的故事 就是被陈明通讲成一团谜的小明 这位小明究竟他是爸爸是台商 然后妈妈是中国人 然后是中配 那究竟小明拿的是什么护照呢 小明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他为什么要拿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呢 经过网路上面的一片讨论 大家探究出了他的真真假假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陈明通讲的小明有两种 对不对 名语两种 一种就是几个陈时中讲的这种 他在中国生下来之后呢 他的爸爸是台湾人 妈妈是中国人 然后生下来之后 他们选择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但是他们拿了台湾的拘留证 那另外一种小明呢 就是中配跟他的前任所生的孩子 那这个这也是一类小明 中配要取得国籍 他嫁到台湾来吗 拿到我们的国籍 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籍之后呢 他的前任的孩子就可以 一亲来到台湾嘛 就住了 所以这个小明引起渲染大波啊 之后我们发现 对很多台湾人来讲 还蛮伤心的呢 因为有人选择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觉得中国护照比较好用 我们一般人觉得中华民国护照比较好用啊 为什么 其实坦白讲啦 昨天他真的是把我们记者给累死了 因为那个陈明通说 这样子的案例呢 大概不管是寇杰影讲的前者 或是后者 大概有一千九百多人 所以昨天长官都开稿 就叫我们要去找 把小明的案例 至少找一个出来啊 对啊 所以全部昨天的记者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在找小明啊 那后来呢 当然就是说我们的记者有找了一个案例 就是大概也是找说这个台湾的爸爸 然后就是取了这个再婚的陆籍的这个配偶 那就是你讲的第二个案例啦 对就是他陆籍的配偶跟他前夫生的小孩 然后在这个中国大陆 但是好了 无论如何 不管是哪一种案例 至少就是说 就我们的记者来讲 其实案例没有那么多 那所以如果我就是陆委会有解释说 为什么他们他们这个也不是凭空发想啦 哪有那么无聊 就是说突然在这个疫情很发酵的时间 突然开了一个记者会 找一个处长 然后出来讲这件事情 那当然就是因为有人陈情嘛 那当时这个 现在大家查到最源头的陈情 是林逸华 国民党的这个立委林逸华 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陈明通自己讲说 他自己收到的陈情呢 是一个陆配 带来取得 就是带了一个没有台湾籍的 他的那个女儿是在中国大陆生的 没有台湾籍的女儿 去日本 去日本旅游 后来妈妈回来 女儿回不来 他在陆委会自己收到的案例 其中有一个是这个 对 因为陈明通自己又在解释这个案例 所以后来他们才想方设法 然后这个就开了一个这样子的记者会 但是无论如何 其实这个案例 就我们真正实际去找 没有那么多 那大家都会好奇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专案处理 就不要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就说好像 因为你知道记者 第一时间全部的报道 通通都用开放 什么开放陆配来台 开放陆配子女来台 开放探视陆配 全部报纸 包括公共电视 他都用采这样的字句 那这样当然全部都 大家都吓死了 对不对 那我们回过整个圆过头来 当然是要究责 还是陆委会 他把一个 其实本来就很复杂的案例 他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之后 所有民怨沸腾 整个被灌爆 就我了解 就整个民进党的立委 其实上到蔡英文总统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陆委会 那包括我相信这个定委委员 这些他们民进党 全部通通都被灌爆 都被骂翻 因为你第一时间 你政策讲不清楚 因为我认为 陆委会是太轻忽了 因为他派了一个处长 派了一个法政处的处长 第一时间就讲 然后只是轻描淡写 蔡志如 对然后再发了一个 这样的新闻稿 后来整个火烧起来的时候 陈明通在上火线 那上火线的时候 他偏偏又讲了一个 小明的故事 小明的故事大家听不懂 听不懂的 两个主要的原因是说 那这样子为什么 他们还是选择不入籍 因为大家会很生气 如果你选择不入籍 你是不是 大家会觉得说 第一个 你只要在台湾 取得长期居留权 你就可以享用台湾的健保 你通通就是享有 所有的好处 你唯一没有投票权 可是可能他们那些人 大家也不建议 不在意到底要不要投票 那你可以出入往来 可是你选择了中国籍 你在那边 北上广深 他们取得是比较困难 你在那边可以买房子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享用中国籍的社保 那你在台湾 你只要长期居留 可以取得健保 那你也不用负担任何的 这个义务 包括如果两岸要打仗的话 你也没想到 要跟台湾人 这个修复与共 都没有嘛 所以大家才会那么生气 你唯一想到就是 只有让你的小孩享受健保 所以陈迟中才会那么生气 讲说 如果你没选台湾的国籍 你是自己承担 那最后要讲的是说 通常这个案例 大家还是会不解 因为陈迟通讲了 那个小明的故事 就是他把这个未成年的子女 放在中国大陆 然后爸爸妈妈跑回来 那问题是 这个案例 谁会这样子做 这个还是比较少 所以我就说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政策太复杂 大家讲不清楚 然后就是第一在先 第二就是说 陈迟通后来在上火线 他讲了一个小明故事 还是没有办法拼习民怨 那你为什么不入籍 然后陈迟通今天有讲了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把所有的 这个干脆揽在自己身上 反正他现在已经这么黑了 他说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是只有跟国安高层讨论 他完全没有智慧行政院 可是这个说法 可能我们今天记者 大家是有在讨论 大家还是比较不相信 因为你开那个记者会 你是在机关署 他确实没有智慧行政院 是 因为当天一出现 我有去直接全问问院长办公室 跟副院长办公室 他们真的气爆了 就气爆了 那当然就是要赞美一下 这个陈其迈 那陈其迈 因为他是公卫 陈其迈这个后来就要 他是副院长分工 都因为他是督导这个业务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陈其迈他们要紧急处理 你紧急处理 要跟国安高层联系 然后要跟院长报告 还要联络防疫中心 然后还要问一下陆委会 你怎么回事啊 结果苏贞昌第一时间就说 两岸的议题 因为是总统主导 所以他们先叫这个陈明通讲嘛 那陈明通开第二次第三次记者会 小明就越长越胡啊 结果那个 克拉克部长出来讲的话 反而受到大家的这个 高度的肯定 所以现在网路的金句嘛 这个顺时钟 顺时钟得昌生 逆时钟得明通 顺时钟得明通 顺时钟才能得明通 那逆时钟可能就自取灭亡 我想请教这样文杰 为什么这个陈时钟 这一句话说 因为很多人用人权的角度来看嘛 你有居留症 为什么不让这个 未成年子女这个进来 但他讲那三条件 很匪夷所思啊 爸妈在台湾未成年 然后在大陆没有人照顾 那很奇怪 未成年怎么会在中国 没有人照顾 那你外公外婆咧 对不对 那就是很扯 那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陈时钟这一句话 没选台湾自己承担 结果网路把他当英雄看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 我们的这个民意调查支持度 支持陈时钟的满意度是82% 蔡英文总统跟苏贞昌院长 他们的民意满意度达到新高 都是五成以上 可见得这一波 这个台湾民意 对于这个疫情 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氛围 将会发生什么样政治影响 我们等一会儿继续为大家来讨论 请您锁定民事台湾台 大新闻一无二 刚才这个丁宇说的 武汉解决了 湖北就解决了 湖北就解决了 中国就解决了 现在他只管武汉跟湖北 其他地方有一天 他突然说 全部确诊病例都降低了 百分之二十 然后其他的病例 其他的灾难 其他的疫情 全部藏起来了 那你要不要恢复 你我们的航点 我们要不要这个解放 这个那个 对于什么中港澳人士的 这个边境防疫上的 这些限制呢 这不是变得更困难吗 你用临床再加进去诊断的话 他的数目只有增加 不会减少 所以不会说去 就是说 他本来没有诊断 什么都没有的 可是他还是武汉病毒的话 这个例子比较少 好 那好可怕 他就说 他现在好像要用 临床诊断的方式 把武汉的病例一直增加 说不定等明天增加两万 后天增加 武汉变成五百万 也很可能啦 对不对 然后就是放弃了武汉 或是放弃了湖北 这个也是可能的 郭台南澳好狠 那我们怎么判断 我的推测 应该是这样啦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用临床诊断 他全部都是用核酸检测 那所以很多的病例 他其实原来是都没有算 说是确诊的病例 那其实这个跟他们刚开始 一开始的那个医疗防线的崩溃 有关系 对啦 然后跟他的 因为他早期刚开始那些方舱 那些大型医院还没有弄出来 所以他也不敢收病人 我觉得对于整个武汉 或是整个湖北来讲 就是说他可能是前一阵子 他们他们的那个容量 或是医疗的那个容量 没有那么大 那他现在有派军人进去了 解放军进去了 其他各个省调 调医疗团队来支援或等等 然后方舱医院也陆续盖起来 现在好像盖到十五座了 这样是十五座 所以他们 我的感觉 医院增加了病例 也可以持续增加 就是他们的capacity 增大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把这些人 他就要增加到室外 弄进来了 那方舱要出位 那所以所以感觉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们现在 现在确实 我的推测就是他们因为能量增加了 所以他们敢 敢把数字增加 敢把数字增加 医院多了 收的这个病人多了 就敢增加数字 那但我现在最近就发现说 他们习近平也好 或者李克强也好 他们其实现在真正care的不是疫情 他们他们现在是把这个防疫情 跟稳生产当作两个主要任务 防疫情就是就是就是防防堵疫情 稳生产就是稳定生产目标 就是說他要再继续要再达到这个 今年要达到他的GDP的生产目标 那现在因为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开工 然后有些地方是出现了一些 中国这样就是上面上面说要抗疫 下面地方就开始拼命表现 有时候就是把你的村子的路都堵起来 有些人就是都是有一些很过激的措施 你造成很多地方 他没有办法复工 所以现在我我认为北京当局 他现在更头大的是说 他怎么样把这种过热的这个情绪 把他收回来 他要在宣传上面 他必须要给大家降温 因为这个就像以前搞大药禁 是一样的 毛泽东说这个一亩可以生产多少 然后他这个称赞了某一个地方 说这一亩可以生产一万斤 下面立刻就其他地方立刻说 我一亩可以生产十万斤 二十万斤 就是一种过热的现象 那那个大药禁 为什么造成大饥荒 就是因为大家 这些地方领导官员 都是求表现然后假数据 那所以现在的大陆的防疫的状况 我觉得也有一点到了那种过激的状况 就人民的反应过于恐慌 过于恐慌 搶口罩 然后几乎这个各自独立 地方这个都自救 这些地方领导官员 有时候他他不由分说 他就把把你这个这个街道给封起来 不由分说就让你这工厂停工 类似这样 这些事情存在很多 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的 比较急迫的 其实是稳生产 这个部分 就是说他要让这个工厂赶快复工 赶快能够达到他们原来习近平讲的 所以因为今年二零二零 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这个就是他达成全面小康的一年 所以他们不能够在今年这个为了这个疫情而被打倒 大概是这个意思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就他好好的防疫 那我们把边境这个防疫这个措施继续做到现在滴水不漏 是对我们最安全的 不过在中国内部的各种的防疫的这个情况之下 他有一些政治考量 比方说他的军机绕台 然后美军呢 今天也来了 这个你你来两次 美军的军机也来两次 然后他还做了一些政治上的人事的这个变动 他把这个上海的这个市长应勇调到湖北省去做省委书记 他把他的心腹陈一新调到湖北去做这个前线的这个指挥 他把医护人员解放军全部呢也都调过去 应该大家判断正确的话 短期之内习近平就会出现在武汉或是湖北 不知道了对不对 那到底目的何在所谓的战管 今天湖北有个地方是实验室张湾区暂时管制 那这个周边听说 周边的都一样 所谓暂时管制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况 实验生病十几天了 你还好吗 轻柔口吻搭配中国湖北省实验室抗疫情的画面 一句你还好吗 到尽防疫的辛苦 本来是撰人热泪的感谢影片 但是2月10号晚间 实验室却突然宣布展开战时管制 是来自湖北的实验室 已经宣布了要进行战时的一个管制 这个战时战争 战争时期的管制 湖北省实验室又传出了战时管制的消息 各大传媒纷纷以头条报道 而从紧急公告中 地点锁定在实验室的张湾区 所有楼洞全采封闭管理 严格限制百姓还有民间车辆出入 包括基本物资 全部由政府定时电量配送 还强调一律实施战时管制 采取最严格的管制方法 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从2月12号午间实施 并以实施天为周期 公告发出的时间是晚间9点 短短3小时就实施战时管制 原因为何 什么原因外界众书纷纷 网路上一查也都只有官方的新闻稿 而从确诊数来看 湖北省确诊48206例 其中武汉市最严重3万多例确诊 襄阳市 黄岗市等地方都破了千例 反观实验室才562例确诊 为何成为中国第一个战时管制的城区 有人说实验室位属湖北西北的边境 是通往陕西河南的交通要道 不让疫情持续扩散 而狭下的张湾区652平方公里 人口数约41.5万元 是中国汽车的重要制造场地 风区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张湾区的副区长则说 全部居家坚守14天 是短痛避免长痛 创造抗疫歼面战的条件 现在这个防疫已经是准作战了 对这个中国来讲 但是湖北省 特别是整个省的这个 中国人民是蛮悲哀的 看起来慢慢的是在被放弃当中 或者说他们要面对一个非常时期 不过今天他们这个发布了 上海市长应勇调任湖北省省委书记 这个也是突然的 这个取代了原来的这个被骂的臭头的蒋超良 所以很多的人都去开这个柯文哲玩笑 因为他每次上海台北论坛都跟应勇一起拍照 应勇跟他很好啊 那这个还有人说 柯文哲赶快坐直升机到湖北去 这个帮忙这个防疫吧 这个当然又是把柯文哲给召唤出来 不过柯文哲我看他现在这个 他不敢去的 不敢了啦 为什么柯文哲这几天都没出面 其实因为他们不管是民众党也好 或是台北市政府的幕僚也好 现在都一直拉着他 叫他说 因为他上次不是杠上陈时中吗 还有就是他就是把人家这个 阳明山的那个地点 阳明山讲出来 讲出来了 那这个其实对他真的很伤啦 那反正他现在就是到第二线嘛 让黄珊珊去到第一线嘛 就让他不要再乱讲话了 他学习近平 习近平第二线 第一线把李克强退出去 对所以大家 等他把李克强逗掉了再出来 这个防疫期间你就安静一点吧 就不要再讲话了 不過讲到应勇 刚刚这个定宇委员有讲到 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所有的 中国的那个数字 其实都是样板化 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巧 习近平去访试一个李的 当天你隔天 你的那个数字就降下来 那个新增病例 还降到一月三十一号 有史以来历史的新低点 那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消息 湖北省刚刚不是一开始就讲说 一世之间确诊人数爆增到 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人 那死亡也大约伸两百四十二人 这个消息早上出来之后 下午就说这个整个官员调动 然后湖北省书记 然后就被拔掉 然后应勇就上来了 哇怎么这么巧 那这个东西大家就会讲说 因为要究责 因为从李文亮事件 吹哨者开始 就大家不是这个中国民众 有些群情激愤吗 就开始要追究一些责任 那当然就是说你 你现在开始就是说疫情的 当然控制不住之后 他要想方设法要转移一些焦点 比如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军机绕台 或者是说这个 比如说菲律宾有一宗的措施 或者美中较劲之类的 那你这个除了就是说对外 对外这种民族主义 又要开始巩固人心之外 你内部的惩处 你总是要开始给人家交代 所以认为我认为说第一波 他为什么他今天是用究责 他用究责就是把这个蒋超良 湖北的省委书记 先把他免之 然后就把应勇给调上去 就超有趣的是说 应勇他人事一发布之后 哇马上他所有的风功伟业 通通都在网路上 就全部都查得到了 就包括说他在浙江的时候 跟随着习近平 说他最大的攻击 就是把一个超大的黑社会 给他端掉 然后就是这个习近平 对他青睐有加 然后就是让他三级跳 那本来原本的那个上海市长 他就是风品不好 然后还说这个 这个还没有到 反正就是把应勇讲的 这个非常的风功伟业 就让他说就连三级跳 就变成上海的三把手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 柯文哲这个好朋友 是习近平的第一大新婦 超级爱将 应勇也是他要求去辅导下一代接班人的 我们真的想看了柯文哲的应勇 那讲说柯文哲 这个时间点 就对柯文哲来讲 我觉得继续不同 因为也要看应勇后 未来的作文 因为像刚刚扣姐讲的 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把他两大心腹 一个陈一新 一个应勇 对全部通通都掉到湖北去了 那当然还是希望说 整个疫情可以控制 不过必须讲 就是说现在不管中共讲什么 为什么就是说 我觉得两个层面 第一个刚刚文哲一言讲得很好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还是会 第一个就是要防疫情 一个稳生产 这大家都知道 可是对中国来讲 他现在讲什么东西 通通都是上头就讲了算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你要盖那个方舱医院 有没有 可是大家觉得说方舱医院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医院 你只能说他这个大型的收容所 你盖了十五个也也是一样 你只是把这些人收容进去 像最近又有一个吹哨者 就讲了讲了一个火神山 他真的现况 他火神山讲什么 他说那个爆料 说每天就两百到四百个人 疑似死亡 那那个军车是一卡车 一卡车这样子载出去 而且载出去之后 是完全没有记录的 而且大家心知肚明 这些人载出去 就不会再回来了 不会再回来 空着病床怎么样 没关系 后面很多的病人 就立刻补上补上补上 所以呢 他就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病患 是有去无回 突然发烧死亡 高达到百分之三十 这才是真正的火神山医院 里面的一个现况 结果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哇 所有人就说 哇这个爆料者 马上会变成第二个李文亮 就大家会查说 他的下场是怎么样 所以这才是里面的现况 所以刚刚大家有讲 什么方舱医院的 什么外面有大妈在跳 三十四个 这个突然可以出院了 那最后我要讲 三十四个可以出院了 哇这是一个大消息 那虽然他们都是轻型的病患 那你为什么不公布说 他是服了什么药 什么药可以好 这应该告诉大家 他们都接受电视访问 这个中国的电视台 都大服的这个报导 而且那个照片 是非常的讽刺 他这个虽然大妈在跳 他的病患也开始在那边跳 他旁边的那些医护人员 全身防护罩 还是穿着太空衣 对就全身防护衣 防护罩这样子跳 那你不觉得 如果都都好了 你就大大方方的 就这个戴个口罩 就跳就好了 哇塞 你旁边的那个样板 那个医护人员 还穿着跟那个什么一样 所以这谁会相信呢 这个真的有点乱了套 好 这个所谓的这个存量释放 就是一个晚上增加了 一万四千块五千人 这个确诊病例 原因经过大家的分析 是因为他的方舱医院盖多了 这个那个这些人可以承认 可以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那个是爱将应勇 出场的裸骨 增加了这么多人 我们要派好的人来 那是裸骨 然后两千六百六百个军队 医护人员资源 也出动了 然后陈一新也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也就是这个伟大的领导 这个你看陈一新呢 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秘书长 北京希望借此维稳兼防疫 这个是最新的报道 那他那个 因为一开始是李克强来 从1月27号 那一直到这个都没有事情 都还在严重当中 那到2月10号开始 尤其是2月8号郭文贵说 这个有人死了 然后习近平呢 已经逃走了 习近平立刻第二天就出现了 那出现了之后呢 今天12 13号开始习大领导 来这个跟疫情作战 搞不好10天20天以后 英明的领导就作战成功 可是我觉得这个 我要请教伟航就是 因为你常常看这个数据嘛 那个对我们的这个防疫的 指挥中心跟疫情的作战来讲 就很痛苦了 因为我们要知道 哪些是真的消息 哪些是假的消息 过去我们当然也有 可是过去还有一个正常的 这个趋势可以判断 现在加入这么多的政治斗争因素 那不是更麻烦了 的确中共的数据到底真实的部分在哪里 不能讲有比例 就是到底哪些东西是真的 我想不止台湾人会问 周遭国家会问 因为大家都一样会有中国人跑去 周遭国家会问 WHO应该也会想要问 不过WHO有点像买伴 那我们暂时先不理他 重点是中国他们内部 会不会自己也想问 现在数据到底抓不抓得住 他们不敢问 好多什么网红 所以如果习近平还想维系他的政权 前提至少数据要是给我真的吧 我们放出去是假的 至少我手中是要真的吧 会不会因为这现代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因为习近平觉得 你现在递上来的东西 连我都不觉得 那个是可信 所以轻差下去了 他能够相信的人下去了 我的眼睛下去了 至少这些人看了回来 这些人应该不会骗我吧 这第一个 可是就像刚刚解释 为什么一天跑一万四千个 中国那边有一个解释是说 星光上任 他说 你的旧账我不接 你把它清出来 你算在前面的头上 你把它清出来 新的我再来接 有这种这个清账的味道在 所以这个是旧湖北的 旧湖北省委要扛的 接下来你要枪壁要怎样 你家的是 你把这个账清出来 然后他再来做后续处理 要注意一万四 就这样清完新的湖北省委书记上任 要注意方舱他虽然是号称很大很大 可是一天一万四 还是超过所有方舱 一个方舱有时候才五百床而已 一万四 他才十五个一下都买 现在是他们把所有的大学都征用了 那大学的容量大概有个十几万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全部征用 全部改建成隔离病房的话 那也许是可以再塞一些人进去 可是如果一天一万多 老实说也是 能够顶多久也是个问题 但至少现在他们看起来 是中央很强势介入 解放军进来 各式各样的人力资源进来 他们能够 至少习近平他觉得说 真正是我亲自 他本来之前会消失 就是因为他讲说 我亲自什么抓这个事情之后 被人家所有人骂说 我亲自吃饭 我亲自睡觉 哪有什么事情不是亲自做的 他都消失了七天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习近平是确定进来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 值得关系的重点 现在非常多中共的网线 刚才讲到网路观察 非常多的网路的资讯 还在大量丢出来 帮中共洗白了很多 现在我们刚才提到 武汉上空出现二氧化硫很重 中共他们那边有没有洗白解释 有他们说什么 那个不是烧人类 那个是武汉钢铁厂开工 可是整个武汉明明就今天 明天才会开工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 他们就要扯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的外宣 还是一样在跑 还是很多台商都拿到这个消息 把他丢到脸书上 放到我们台湾来 所以我们还是有捞出来 这一批的资讯 那另外值得是应酉 他这样子派去 感觉好像是就像明依讲的 好像天子派去的钦差 但是我们一样也看到 中共他网路上一样有出现 舆情不稳 没有把应酉的负面舆情扫掉 为什么 应酉在当上海市长的时候 很多上海人都很讨厌一点 就是他乱搞一个垃圾分类 认为这个市长除了垃圾分类之外 什么都搞不定 那这样的消息 现在在微博很多 就是上海的耳手称镜说 哇这个垃圾分类送走了 去教武汉人垃圾分类了 这样子 这个这个人是觉得负面的文宣 对我们来说这是台湾日常 妈妈政治人物 嘲讽他日常 可是在中国 这一个如果是天子派去的钦差大神 人家风风光光上任 你让他的关键是跟着垃圾分类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也代表他内部 还有一些没有非常稳定的状态 所以其实中国 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 就像也有不少的 我从中国来的讯息是说 浙江省这次就很雷厉风行 完全把省风了 我们就自己在那边恶搞 谁下来谁该怎么办 就做得很好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问 拿浙江来比湖北 为什么湖北做不到 现在湖北真的被拉下来 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 后续的反应出来 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 现在抗疫表现比较好的 被拉起来 成为新的领导班 我觉得这都值得持续观察 不过就先看 这接下来第二天第三天 新光上的第二天第三天 出来的数据是多少 好 就是我们明天要看 今天应勇上任嘛 对不对 那昨天晚上增加了一万 近五千例的确诊病例 应勇上任之后会怎样呢 这还蛮好玩的 就是先清垃圾 这个能量这个释放 然后接下来 那个是叫不良公司清理 不良债款 新的法人进来 意思就是应勇他上来之后 他不要说我上任之后 一查发现确诊病例 增加了好几万人 我要负责 这个有他的一个 基本的共产党的治理的学问 不过柯文哲有点可惜 他好不容易做关系 做到了应勇 现在应勇掉走了 那在这一波的防疫作战当中 其实我们台湾 真的是腹背受敌 我们有疫情作战 我们还有这个老师说了 这个执政党还碰到 这个反对人士的 忍潮热讽啊 或者是这个扯后腿 也就罢了 还有这个共军的军机绕台 不过我们真的 还有坚强的盟友 我们来看 在武汉肺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居然美中一起 这个还在台湾的上空较劲 军队抽搐 1400名医护人员 于2月3号起 承担武汉火神山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 专科医院 医疗就职任务 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延烧 中国解放军进驻疫区 配送防疫物资 同时接管火神山医院 为了安定民心 跟戴起口罩大跳 手语舞 但这些似乎都是假象 因为现在传出 中国军人和武警 有2500人遭到隔离 根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道 在湖北襄阳至少有1500名解放军和1000名武警 确诊武汉肺炎被隔离 此外海南三亚市也有300名海军舰艇兵确诊遭到隔离 即使日前解放军二度派战机绕台 看似一切正常 但学者认为是此地无垠300辆 潜舰在水下是个密闭的空间 被称为水下太空船 它空气是经过过滤器重复使用的 但是对于病毒并没有过滤效果 那特别各个船舱因为中央空调缘故 所以空气或飞沫感染的情况 会远比我们在外面想象严重 从人道角度来看的话 解放军他们因为一直强调军地融合 军民融合的一个原则 所以在民间社会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解放军的军营或是军事设施 很难这是免除于外 网络上流传的影片 也戳破中国粉饰太平的真相 医院打听里一名小孩动也不动 躺在地上已经死亡 接着医护人员陆续伴来两具孩童尸体 三名孩童因为感染武汉肺炎过世 尸体竟然用同一个尸袋装 此外医护人员到社区收尸 家属嚎啕大哭 甚至有民众不愿意被隔离 攀爬大楼外墙 当场坠楼身亡 惊悚画面一个接一个 有老人认为不论是在家还是到医院 都是等死 索性上吊结束生命 重灾区的武汉街头随处可见尸体横躺 另外青海西宁市区 出现大批喜欢吃腐肉的乌鸦 机场大厅 竟然出现一名穿太空装的男子 提行李啪啪噪 防疫防盗穿整套太空装搭机 让人看傻眼 但不论是哪种影片 都显示疫情在中国濒临失控 可是家庆在失控当中 习近平出场了 他的人马出场了 确诊兵力增加了 然后接下来呢 清理战场 习近平好伟大 疫情结束 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已经在前两年 把他自己的未来 已经确立了他这个 习皇帝的角色 那这一次碰到这样的疫情 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不是专业 防疫的处理 所有的一切都是叫政治处理 对习大大来说 我第一要务就是要巩固我的政权 所以在维稳跟所谓防疫之间 维稳当然高于防疫 只要这个防疫的状况 他必要时 要不要牺牲武汉 他都可以决定 所以昨天这个大家知道说 一夕之间增加了这么多的 所谓确诊病例 对 当然是嘛 也要先把他利空出境 不然我今天要宣布 这个湖北省的这个书记要换人 那那我还要让他这个来承接 上一次的不良资产 那不是倒霉吗 应有就倒霉了吗 所以从这个角色你来看 他接连三次 从九号十号到十二号 到今天派这些共鸡来绕台 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至少要干嘛 他要转移焦点 他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试图继续做他的政治宣传 这个才是习大大重视的地方 其实对习大大来说 只有两件事情他重视 第一个就是我的权力稳不稳固 在政治的操作上 第二个就是我的这个全国 在经济的产能上面 我可不可以稳住 这是会影响到我实际权力的基础 所以他如果能够稳住 他今年在GDP 这个所谓受到影响 状况不会太难看 他本来经济就要软着陆了 对不对 然后有了一个疫情状况 使他又更是雪上加霜的状况 所以他现在关心的点 都不是其他什么防疫的状况 怎么样 其实从从去年十二月 中他们自己 中国的CDC 以及他们自己的研究 中央研究员 都已经做过报告了 都已经登在这个新英格兰的医学报告里面了 说十二月中就已经人传人了 那为什么这样的讯息 没有很快速的让全球知道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今天我们看到疫情失控 你就知道说 因为对中国来说 疫情本身 不是他最重要的关系 因为人命不值钱 对但问题是失控下来 习近平出场 习近平人马进驻 那看起来快要控制住了吗 这个重点在于说 我一定要有一些替死鬼那替死鬼摆在前面 我还要借此呢 你要知道习近平他的筹法很类似 过去他藉由打贪的民意 来进行权力上面的竞争 但是这一波台湾人对中国的看法 是持续的负面的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一个非常遏制的 这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际间打压我们在四位打压 我们在这个边境防疫上面 给我们穿小鞋 所以你认为呢 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会怎么发展指责 对国民党来讲 应该也要评估吧 在政治上的效应 的确这次疫情 因为中共一开始 就像一个黑盒子一样 所以很多讯息不透明 所以造成大家人心惶惶 甚至造成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那我觉得这个坦白讲 在二零零三年 SARS的疫情也是如此 那你刚刚Ko姐 特别讲到问题的确会让台湾民众对于大陆 这个政治体制 更没有信心 更没有安全感 尤其在这个疫情当前 结果这个中共的这个军方 解放军还攻击烙台 当然他这个有点一石三鸟的意味 当然他部分也是对抗美国 因为美国从一月份开始 不管是跟日本 在这个东海共同这个军演 还有这个军舰还有军机 这个绕过台湾海峡等等 他有点要对抗给美国看 但一方面他也是要给台湾看 因为这个这个蔡英文上任之后 他可能觉得这个台独势力 是不是有可能再起来 是不是这个中国国民党要觉醒了 这个两岸政策 跟这个最终的路线 他今天民调八十二 他也看真的是比那个蔡英文 总统活活勾出三十八 陈思东讲这句话 真的是被人家战报了 那但是陈思东 他只他其实只讲 讲中了一种案例 就是说那种没有选 因为真的是有这种人 就像像我有朋友 他是台商 然后他这个陆沛 他常去住在大陆 那小孩子生下来 他老婆就要求 那种最多的是小三 老婆就要求说 小孩子要是中国籍 不能是台湾籍 很多很多这种的 但是但是有一些人 他确实他现在已经在台湾生活 他就是用长期 长期专案拘留的方式 长期在台湾生活 所以他就是他可能 譬如说像陈平通讲的 他带到日本的那个例子 那那他想要回来 回来台湾 所以但是一般一般的民众 听不太懂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有点超过一般人的生活经验 听不懂 听不懂 連记者都听不懂 你根本不用讲 他讲完之后 全部的记者 我也是 他讲什么 我也是弄弄弄了很久 我才搞懂陈平通 在讲什么意思 那一般人听不懂 那所以所以这个事情在一开始 他就有如这个爆炸 就是这个整个就情绪就炸开了 把那个民进党政府给翻了 你知道吗 这个情绪就炸开了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真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那种非常值得人道同情的例子 你陆委会就直接处理就好 你其实根本不用开记者会 其实根本不用开记者会 而且开记者会之前 那个疫情指挥中心根本不知道 对 你根本不用 最严重的是 他說這些人进来 不必强制隔离 他可以居家隔离 那为什么武汉包机 回来要强制隔离 因为如果说他自己本身 他譬如说陈平通讲的日本的例子 他不是从疫区回来 他是从他 他没有讲说是日本回来 陈平通可能一直想到的是自己所接到的 他怎么可以为了特别专案 那个开放大门 我就觉得好像那个陈圆圆这个 跟小明可以画上等号 我到现在还是认为陈平通跟蔡志如 你有问题 你们要展示你们的权利吗 你是要告诉那个台商 我可以帮你特案处理吗 选民服务吗 还是你要告诉老共国台办说 你看我们两个人可以处理这个个别的案子 我认为你们民进党当局立法委员 或说行政当局太科技 对陈平通跟蔡志如了 他们用行政特权 我觉得陈琴的台商一定有他的 他一定是他好朋友 或是有特别的地位 一定有影响力 他要不要公布那个小明爸爸是谁啊 全台湾都在找小明 小明回不来了啦 不是啊 你说小明是开的吗 你可以为了一个小明开后门吗 我是觉得该骂 但是这个比较特权 那是他的业务职权 不不不 我们现在看你害人家陈琴麦呀 我告诉你陈琴麦真的很辛苦啊 那个陈琴麦跟陈时中两个人 一个是在运筹帷总协调 这陈琴麦 一个陈时中是在台面上开记者会 但是我必须说陈时中在记者会上的表现 抽乎了各界的预估 因为他的武功太高强了 他从这个过年的时候一直叫大家不要紧张啊 这个戴口罩怎么处理 口罩怎么处理 一直到掉眼泪上保兵信号 到后来说那个这个什么龟山岛 不要变恶魔岛 然后到昨天讲了那一句 大家战报的话 那确实是非常的这个优秀 可是陈琴麦他就说了 他说他说他这个每一天跟法医统人开会 追进度 然后呢这个你看啊 我说过很多次啊 这个团队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起 就在行政院召开第一次的防疫专案会议 当时他判断是武汉肺炎可能造成流行 加上武汉是交通枢纽 两岸班机往来密切 台湾恐会遭受搏击 所以他们的防疫工作 我曾经打电话问他 他他们那个时候就陈时中 还有陈建仁副总统 这些相关过去SARS防疫的人员 就组织了一个团队 所以超过了一个月 那昨天这件事情出现之后 其实是陈琴麦在副院长办公室里面 做连夜的这个危机处理啊 到第二天早上的府院会议 对他们在行政院开会 然后总统府里面开国安会议 那是晚上半夜 对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在府院会议 院长这个是在总统府 那那个副院长是在行政院 然后陈时中他们这个 一起来开这个会议之后 决定由陈时中来开会嘛 那为什么陈明通可以不要负责任呢 小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先问一下 你们在这个这个被找到 那个始作俑者 是你们栏尾去陈琴 那林立华委员的确有这么说 他的说法是说呢 的确有一个案例呢 就是台湾人 他取了这个陆沛嘛 那他两个人都已经回来台湾 但是他一个三岁的小孩 却进不来 可是这个三岁小孩 他没有细讲 他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他自己有居留权 但是没有申请国籍 三岁小孩他已经在台湾 有居留症了吗 就是说他没有 事实上林立华 我看林立华他的说法 没有细讲这么多 他没有讲清楚 这个跟小明又不太一样 对 所以林立华出来喊冤 他说我的这个案例 跟陈明通讲的那小明案例 是不一样 陈明通已经讲得很细了 林立华讲的不是小明 可能是累小明 累小明 但是未必是小明 对 那所以说当然 我觉得陈明通 他一开始他是有说 基于人道的考量 我觉得他利益良善 可是问题就是说在防疫当前 他自己作为陆委会主委 刚刚他在讨论的嘛 就这个事情坦白讲 你第一时间 你应该跟比如说 留意中心 比如说跟陈时中部长 还是跟相关人 讨论一下 你再公布嘛 那我们为什么拒绝他 我就在理想的状态 不管是陆配 或陆配小孩 如果台湾的防疫能量 医疗能量够 我们当然可以让他们回台 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最大问题 还是说我们防疫能量有限嘛 所以我们现在大致上的原则 就是说国籍 就具有中华民国 国籍的人包含台商台报什么 回来没有问题 但是非国籍的人恐怕就回不来 或者说要特殊考量 其实很多陆配他也不要台湾籍 对 是 我觉得不能台湾籍 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要台湾籍 他要台湾籍 他就要放弃中国国籍 不能双重国籍 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户籍 取得非常困难 是不是 对 有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如果你在中国有户籍 会有国籍 我们就除籍 所以他拿这边的证 要先把那边除掉 这是一个原因 今天有一个叫 拿国籍 就是我们一定要先除 除掉 会把你除籍 那你要申请这个籍 那边当然要除掉 另外就有个曹天宝先生 他 我们这边每次要听不懂 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 在中国生活 在那边娶妻 或者嫁人的经验 会听不太懂 有个曹天宝 大家去看他的Facebook 他讲得很清楚 整个两 两边结婚有十四个步骤 前九个步骤 跟后五个步骤 后五个步骤叫做依亲 前九个步骤叫结婚领证 那有一些人在中国 一段时间的娶了 娶了中国籍的配偶 可他却这九个步骤不走到其中最后一步 到台湾验证之后登记 因为在台湾还有老婆 你不能有两段婚姻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小三的 这个是那位曹天宝先生 他说你们可能不懂 他把那过程 他要留成写在写在写 是在中国有小三 不是这样子 这不能这样套 曹天宝是说有一个原因 他不能选择这边户籍 不是小孩的错 他不能 后来就用依亲的方式 另外一种就是 他生活在那边 那他结婚了 生了小孩 可以到台湾来生 也可以取得国籍 可因为在那边生的话 你要用依亲归籍的方式 可他那边还有一些福利 什么的就有牵制到选择 陈时中讲的选择是这一块 所以陈时中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抉择当中有德有舍 你要做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保护你 那你就要放弃你其他的 这个脚踏两条船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网民 或是我们乡民大家才白手 这我补充一下 我同意陈时中部长的说法 国籍是种选择 你不要说去选择 中国大陆国界 选择美国日本都是选择 对我同意 等到有疫情的时候 你又哭哭啼啼啼 叫我们放你回来 但是我提醒了 但我不晓得这种案例多少 比如说刚才讲的这种状况 就是陆沛的小孩 假设他是在申请国籍中 比如说他这个手续 坦白讲是申请国籍的手续 要一段时间的 那假设这种案例 我们云不云取他进来 有些国家申请国籍中 其实你是不能离境的啦 就是中间一定有很多个案的设计 是 我说我不晓得这种很少的个案 基于人道法我们要放 那我坦白讲这种案例 我不晓得有多少 或者说这种案例是不是就是 这个不管是林逸华 或者说是这个陈明空 他接触到案例啦 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最大原则就是防疫能量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定是照顾国人优先 那照顾国人优先以外 如果我们还有多的能量 在人道考量我们当然可以开放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完全相信 就陈时中或者说我们这些防疫的第一线人员 他们的说法 就是我们防疫能量到哪里 我们就做多少事 那最后我坦白讲 我个人要肯定陈时中 那最近有所谓的顺口流 就顺时中比逆时 但是说现在名叫知识多很高 你们国民党人也不敢骂他 没有 做得好我们干嘛骂 顺时中就不会不通 是啊 我跟你讲 在台湾顺时中比逆时中来得好 在大陆 但是在大陆呢 是中南山比中南海来得棒 不过你也有人不相信中南山 昨天突醒则部长 不要把他拉那么高 昨天突醒则署长在我们节目就说中南山的话 中南山迟到二十号才确认 他的资料是去年纸就有了 这一波其实陈明通跟蔡志如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进行召开记者会 而且是蔡志如这个处长 你把这个专案这个东西不经过一个内部的讨论 然后不经过内部处理 结果你用送人情的方法开记者会 好像你这个老子做主事的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更别讲为什么网络上很多人这个当天晚上气爆了请教韦翔是因为大家开始说这个小名到底是什么样的小名有一种小名是前任的前段婚姻的小孩 这里面最不值得同情的是前段婚姻的小孩 应该是说前段婚姻的小孩他跟台湾的这种你要讲人情的连结 是比较弱的就隔了两层就已经有点远亲了 就是感大家会感觉这个好像就是有点完全纯沾光 借机想要逃来台湾 因为现在网友反应会这么样激烈是在于说 其实也不见得是跟这个什么特定的人的意识形态是谁去推的 这个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说现在的这个状况会让百姓觉得说 这些家伙可能原来心存某种动摇的意念 比如说搞不好留在中国会比较好 然后发生局势不妙了来不及回来 然后又要我们开一个小门让他回来 那一般台湾网民解释就是说你在关键时刻 你没有选择台湾你选择去在中国 关键时刻你选择相信中国 选择留在中国 结果现在发现局势不妙 你又选择要回来台湾 会不会有点太爽了些 那我们这些人因为有很多台湾人 他原本是在中国工作的 可是他因为这次的疫情 他可能就放弃这样工作 的确是有这样的人 他如果做某种程度的牺牲 其实在网络上也有蛮多这类似的故事在流传 所以当这种重大灾难 或者是特殊疾病发生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做出重大关键 承担这个风险 我相信台湾现在也在承担 我们做出很多政策决定的风险 那当然有些人呢 他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他会觉得说风险就交给国家吧 反正我就是因为有这个关系 我就是一定要进来 那如果这个人竟然他带来某些风险 不一定是疾病 他带来某些风险 就像这个消息传出来 很多人问我都说 那在下午的那个新闻稿出来 到晚上陈明通版本的小明中间的这一段时间 是不是已经有了那个下午版本的那些陆沛 已经利用这一段时间进来 不是陆沛是台商 就是说这个陈明通跟蔡芷如有没有这个涉嫌 利用他们的权利来搞特权 因为今天陈时中讲话讲得更重了 今天陈时中记者会 人家问他 你昨天的那个案子是怎么处理 他说小明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出现 这才是事实陈时中揭穿了陈明通跟蔡芷如的谎话 陈时中说他们细数陆委会的所有的个案 发现那三个条件不可能存在 我们其实昨天一天就已经讨论过了 他在中国大陆没有人照顾未成年 然后又是在台湾有拘留 然后呢护照没有拿到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而接下来他的爸爸妈妈都在台湾 这不可能 这个是不存在的嘛 所以陈时中今天更明确的说 这个事情是假案子啊 那我请教你们 请教你们三个民进党人 你们那个洛委会是干嘛呀 欠骂 这不只欠骂他该下台 政务官欠骂当然就有责任 不过他讲的这个案例 光听到说未成年没有人照顾 然后带回去 好了去看外公外婆 那妈妈哪里去 你听我讲外婆 别不讲外公外婆 看外公外婆要回来的时候 通常不能回来 是在要出关前 那个boating pass拿不到 哪个妈妈 他妈妈先回来 哪个妈妈 爸爸会把小孩丢在那里 然后我们两个先回台湾 这个就不存在了啦 即使他们两个先回来 那个外公外婆还在啊 就还有人 还有人顾嘛 那好我们当时要去旅游 带到那里去 你不能登机的时候 我还没有看过台湾的人 有人会把小孩就丢在那里 陈兵通讲的小民是去探亲 是去跟爸爸妈妈去探亲 不是去旅游 不管什么旅游 就是这个状态下 违反人性也不可能 对啊 那我们刚才讲说 陈兵通这个事情 政策说不清楚 所以今天陈时中 真的很厉害啊 揭发了你们陈兵通的这个 一团糊涂仗 跟蔡志祖两个人 就是每天进在那些条文里面 会把条文讲得太复杂 其实这案子就很简单 我觉得你太替陈兵通讲话了 没有 我到现在还没讲到什么话 因为他有问题 不要带着偏见跟事情 不是什么偏见 我是要说 陈其迈跟那个陈时中 陈其迈有功劳 我待会也会夸奖他 我现在先讲这个 现在要讲就是 整个事情 我们先认清楚事实是什么 他有个前提 事实是陈时中说 小民的故事不存在 那个前面是什么呢 这样的小孩 他的双亲 有一个是中华民国籍 第二个 这样的小孩是住在台湾 第三个 这样的小孩有居留权 就是类似美国立法的东西 然后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现在在中国 现在没有人照顾 居留权一定拿外国护照 就是说 这个小孩是住在台湾的 不是在中国 现在把他接过来的 这小孩子原来就在台湾 就学或居住 双亲之中 有一个有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呢 武安肺炎还没有发生之前 离境了 有的去日本 有的去中国 有的去探亲 有的去玩 不管 出去之后 要回来的时候 有中华民国国籍 有居留证人 本来都可以回来 然后没有人照顾 然后爸妈在台湾 这三条件 我觉得他还是说谎 不是 还没有到那里 就不能进来 但是原来有居留权 就有绿卡 有台湾绿卡 跟台湾是护照的 本来都可以进来 没有嘛 我们的那个克拉克部长 说这个事情不存在嘛 那你们这个 总有一个人在 我们把他挡住了啦 把他挡住了啦 只要是拿中港澳的 这个护照的人都不能进来 是因为有了这个命令以后呢 才会使得这些人 他以前都自由进出嘛 就当然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都可以进来 那可是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 他要嘛 他就是用专案的方式 一样啊 比照现在的中港澳学生 要回来这边念书 十四天隔离 那干嘛开记者会 都拉拉的 对嘛 这个处理方式 我觉得就说 不是再去做一个新的 行政命令的发布 而是应该要做个案型的 所以你们幸好还有一个陈时中 可以开记者会 这个让人家按赞 这样否则的话 你们的防疫不是会被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也给执政议 的单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就是说很多的东西 还是要照SOP 而且大家要集众人智慧 不要你就是跳过某些程序 你看像这个案子 就是这样的 那程式中 真的很够帅耶 任何文杰 我相信他讲的话 也不是说就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因为因为这整个政策是 就是一个团队的这个结果 他说叫武汉肺炎 我觉得更帅 我们也都还叫武汉肺炎 其实其实这个没什么 人家日本麻疹 日本脑炎 德国麻疹 香港脚 这些 逼得很多的 亲中的媒体 他是用新冠肺炎 然后刮胡 武汉肺炎 COVID-19 对 因酒 你知道吗 一九是因酒 所以很多人说 那个人应该去抗议才对 我觉得任何 任何这种病病病毒的这个命名 反正只要我们大家看得懂就好了 所以也也不用管 他是什么新的名字 舊的名字 但我觉得还是陈那个陈明通 主委还是把小明的例子 公布一下好了 他怎么公布啊 他被陈始终讲说可能不存在呀 他要公布的是 他你怎么会 你们两个怎么想到 他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为了个人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如果有十个委员 陈警察你就讲出来 就为什么每一次去摸这个议题 林奕华说不是啊 我不晓得是不是 我只是说 我觉得陈明通 应该是告诉他说 我们为什么突然间 让你讲到 所以那个台商是谁吗 怎么会想到要去用这个东西 那个台商是谁吗 是不是你们的好朋友吗 刚刚定宇也暗示啊 说不定台商有一种人是 他在中国的这个中配生的孩子 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没有回台湾 是因为是小三啊 我是引述 网路也说婚姻的状态 不是这个案例啦 陈明通没有讲谁啊 小明的爸爸到底是谁 陈明通为什么不讲清楚 他有没有需要讲清楚 有吧 现在如果讲清楚 这位小明的爸爸可能 但小明是无辜的 被口水淹死 是不是小明是无辜的 没有 陈明通这个自己是不是编造了 一个小明的爸爸 那位行 这个是一个假想的案例 所以原则上来说 他可能是想要去在很多个 可能有找他的个案中 去找出一个公约数 然后这公约数是 在下午的版本被骂爆之后 他认为可能比较限缩的 可以自己虚拟一个版本吗 这个当然他虚拟成这个样子之后 这陈时中又说 这个版本的事情 他那个版本 其实我们昨天 没办法发生的版本 对 就是无法发生的版本 就没有案例 根本没有那个人 那代表我必须要讲 就是代表就是 也许跟他成情的这些人 是不是有些隐瞒的东西 是不是有些隐瞒的东西 造成他会去做出这么奇怪的 哪岸这么重要 门户大开的事情 结果你可以不了解实情 然后出来开记者会 据我知道国安高层 所谓国安高层就很高层 对于这个蔡志如 可以自己这样发新闻稿 开记者会 这件事情是觉得 你们陆委会确实怪怪的 不是吗 确实这是总统前面 不是 陆委会怎么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是边境管理 应该报到防疫指挥部 他们两个哪有那么大特性 他只认为说 这个依照平常 这是陆委会的权责 可是现在不叫平常 对啊 现在在防疫 那防疫只要牵扯到 我们现在所谓的社区感染 就是边境被突破 所以边境管理压力最大 那这个处理到边境管理的事情 你怎么不丢进来处理 那政府其实一般老师说 政府官会死不认错 不对 趁还没有发生漏漏 赶快把它改掉 幸好有一个这个陈时中 揭发了小明的故事的真面目啊 但是小明的故事最后 未来会怎么样发展呢 这个恐怕是我们政府当局啊 这个尤其是现在防疫作战 正在这个非常高峰阶段 大家应该注意的 我们到今天晚上这个节目结束 就是钻石公主号的这个 14天的这个防疫期的到期日 希望一切都平安